这个海空雄鹰团是一支充满传奇故事的部队 海空雄鹰团的荣誉称号是1965年12月29号由国防部守移的 这也是新中国建国以后 国防部第一次守于一个团级单位荣誉称号的这么一个荣誉 那在我们蒋生军的这个纪律条例里面 荣誉称号是最高奖励 是最高奖励 那海军航空兵的海空雄鹰团他的传奇故事很多 我这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在1965年在海岸岛 通美国空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进行英勇战斗的一些故事 当时越南战争爆发以后就65年 美军介入越南战场上以后 对中国大陆至中国西南边境经常进行挑衅 他倚仗着他空军的优势经常追到我们境内来了 所以越军跑到中国境内来了 他说我没杀住车 没杀住 所以就追进来了 经常把擦边球 进来一下 然后就赶快就很快就溜出去了 我们知道空军在空中飞行的话 航空兵的空中速度很快很高的 你一般人很难处置 你抓不住他 这个时候我们海军航空兵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指挥下 就调到海岛岛准备迎战 当时也是有个故事的 大概是在1965年的4月9号 美国空军出动了四架F4B战斗机进入到我们海岛岛上空进行侦察 当时我方海航部队起飞了四架歼5 对它进行监视并准备驱离 就不料了美机偷然向我们海航的战斗机发射了一枚AIM-7 叫麻雀空空导弹 如果说过去你窜入到我国领空 你就打擦边球 这叫挑衅 但你现在向我方的战斗机发射导弹 这纯粹是吃鹿的武装侵略了 所以这一情况当天海津机关报到中央局委 就报到主席那去了 毛泽西在1965年的4月9号当天就批示 美军入侵海岛岛应该打 奸击岛 海军驻青岛的那个诗掉到海岛岛去没有 他的老海里面 他的这个诗是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海航四诗 海军应该掉墙的部队起 不够就有空军掉墙的部队起 所以美军昨天是试探 今天又是试探 真的来了 真的来挑衅来了 那就既来了 坚决打 海军航空军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 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的配合起来打 这都是毛主席的原话 在1965年4月9号在报告上批示 好 主席的命令下来以后 那这个诗团就是海空旋律团就马上进驻到海岛岛 就同美军 美军的航空兵 不管是空军航空兵还是海军航空兵 抓抓海军航空兵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9比0的战绩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空军海军航空兵还是空军航空兵都非常自豪的战绩 跟美军交手9比0就可以说打了一个非常长士气的战 这里面海空旋律团应该说在和台军和美军的对抗中 创作了很多很多的可以说叫奇迹 比如说我为了把美军的飞机击落下来 从天上打到地下打到海面上 打到最后一刻我的飞机拉起来的时候 我这次把海水溅起来的 溅起了水壳 所以叫零高度坚敌 那说实话美军的航空兵碰到这种对手的话 不魂飞魄散了 这对他们是威慑震慑性是很大的 再还有我们为了打美奖的高空高速侦察机 人家的高度飞3万多米 我们的飞机呢 Z多只能飞个2万米 2万2 1万8 够不着怎么办呢 我们的飞行员们就从汽车冲坡的这个事 这个现象得到启发 就是加拿大油门冲上去 窜退以后跑到最高点的时候 利用这有限的这个时间 瞄准敌机开炮 把我们讲的高通高速侦察机倒下来 这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战力 再还有跟美军战斗以后 飞机回来以后没油了 怎么办呢 只有一条跑道 两架飞机啊 从跑道的两头对头着落 这也是航空史上极其少将的战力 充分的反映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英雄们 他们这种战斗意志 战斗精神 这里面刚才小片里面讲到的 舒吉辰 高翔 这样一些战斗英雄 我觉得都是我们新一代的 我们的官兵应该记录的 我们的全国的人民 广告的网友们应该记录的 正是这样一些英雄 当年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 充分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 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 把敌人打得狼狈逃餐 这是我们今天的官兵应该继承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网友们 老百姓们应该知道的东西 应该记得的东西